好 两场战争更让中国大陆 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 更加的吃重了 也更加的凸显了 尤其大陆这边有特别提到说 希望还是有助于 加萨这边全面停火的努力等等 另外你可以看到 王毅也跟伊朗外长有进行通话 所以要在金专国家内来合作等等 那当然也反对强烈的 谴责暗杀的行为 那但谁就要破坏这个北京宣言呢 因为巴勒斯坦大家一起团结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以色列这么做的话 真的会让中东局势又搅了起来 然后在俄乌局势 中国道理也说我们战事不外议 战事不升级 也希望各方不拱火 但是因为乌克兰 去打入到了俄罗斯的境内 结果泽伦斯基说 我们目标还在实现当中 而且要继续往前推 但是这个智库 欧洲的智库老师说 可能你这个攻势 会导致乌克兰军事力量的中焉 总会瓦解 什么意思 我们先说中东 我的判断是这样子 中国王毅已经为中东的和平 做下了一个功不可没的基础 怎么说 有人说破坏北京宣言 没有啦 还好有北京宣言 因为北京宣言把哈马斯跟法塔尔绑在一起 14个派别绑在一起 主要是这两个派别 主要是这两个 绑在一起 现在这两天正在开启中东和平谈判 你注意到没有 哈马斯没有派人去 但法塔尔有 哈马斯从来没有说 我否定这个谈判 他只是说我不去 OK 没有 我不负政治责任 但是他没有说不接受 OK 这还好有北京宣言绑住了 OK 就是哈马斯已经同意 而且承认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可以代表所有的巴勒斯坦人 所以只要点火谈判 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 法塔尔 同意签字了 哈马斯就认账 了解 还好有这个北京宣言 要不然这个谈判不是白坦的吗 对 而且可以救了哈马斯 因为现在哈马斯 坦白讲苦不堪言 如果能够谈判成功 而且碰巧很好 因为美国准备选总统 那民主党急着 要达成这个和平停火 对 因为这对他们内部分裂太大了 对啊 对啊 因为民主党想要靠这个来赢川普 所以美国不会去干扰 OK 而推进 那中国做了这么一个大善事 OK 那既救了以色列 也救了哈马斯 也救了中东的和平 所以你诺贝尔和平奖 不颁给王毅 这不公道的 我跟你讲 真的 北京很重要 我觉得哲伦斯基这些几个朋友们 他都没有把中国兵书好好念一念 中国兵书很有名叫空城记听过没有 对 对 他老兄啊 派了将近一个师的部队 攻进去库尔斯克 一看 哎呦 怎么都没人啊 哇 很快我一天攻进30公里 很开心 就攻进去要啪啪 30公里被挡住了 对 然后对外宣传说我占领了1000平方公里 74个部落 他是在用那个渝将军的数学 哈哈 渝将军的数学 什么叫1000平方公里啊 就是30公里宽 乘以30公里长 并不是这样 那这就是1000平方公里啊 很多人把它误解为是1000公里长 没什么事啊 他完全被挡住了 那为什么我说空城记呢 他本来就没有任何俄罗斯的军队 然后更糟糕了 那个地方的地形 就像咱们中国的贵州 像台湾的苗栗县 山多 都是丘陵 然后现在麻烦来了 这个俄罗斯运来的空降兵 都在丘陵上面 只有你乌克兰军队都在什么 谷底里面 你说我有共路 问题都很狭窄啊 怎么办 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现在就被挡在那边了 那往东走也被挡住 往西走也被挡住 然后就宣传 我站了70几个村庄 30公里30公里 说难听也不够一个台北市大 有74个村庄有什么了不起 那村庄都很小 对很小 所以哲伦司机说 战略目标正在实现 你拿这个30公里宽山 你能干嘛 俄罗斯土地是大的不得了 那俄罗斯为什么 要把7万多的居民 那个附近全部都弄走 就是要怎么样 要焦土轰炸 不然你干嘛这么做 就是要焦土轰炸 所以你刚才讲 轰炸机就出动了 对不对 没有自己的俄罗斯 平平随便他炸 他蒙着眼睛乱炸 他也无所谓啊 所以 我觉得欧洲智库 现在终于清醒了 对 他说 你把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 从各地方抽起来 去打这个空城计里面的空城 你是有够笨 我觉得欧洲智库是急得不得了 对 那如果 俄罗斯根本不用跟你打 他轮番轰炸 对不对 就把你包起来了 就在线了 在线了 对就在线了 所以我是觉得 他以前是打19母 是用这种打法 就问题19母的地理状况 跟这个也是不一样 19母附近的平原比较多 你现在都是丘陵地 而且很狭窄啊 你的军队根本斩不开 你知道没有 那你怎么办 你现在是等着普丁睡觉是吧 给你空头物资吗 可能炸弹吧 对这是反凤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你看你深入到了敌营当中 你的后勤补给是很重要 这是犯的兵家大忌 你没有后勤补给 你要怎么攻进去呢 而且你要镇守这个地方吗 你想要换一些 而且他说话有问题 像伦敦大学教授麦克尔 他讲说 普丁会投入大量资源 将无军赶走 不是大量资源 大量炸弹 大量炸弹 怎么有资源啊 大量炸弹 然后把无军赶走 他现在已经三面包围了 把你炸死吧 他三面包 而且都在丘陵上面 所以去炸乌克兰的 不会去炸到俄罗斯的 你那个空军在瞎 丘陵跟谷地 那个什么谷地 都分得很清楚了 对 所以呢 这可以凸显出 这个领导人 他的判断力很重要 不能让你自己的 这个是白白送死 你以为说 你自己战略目标实现 但真的有实现吗 还是呢 昙花一现呢 现在也是值得大家的关注 所以大家都在问说 你到底能够撑多久呢 另外再来看到是说 其实俄罗斯现在呢 也跟伊朗 现在有更多的合作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呢 其实像消育股 有去访问等等 然后接着就传说有S400 要给伊朗嘛 就现在呢 伊朗驻俄罗斯大使呢 他也说 伊朗跟俄罗斯 将会很快签署 全面合作的协议 但他没有提到什么样的协议 不过呢 这整个字听起来就是说 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都可以一起合作嘛 那为什么呢 这个以色列的做法 让很多中东人都很不满呢 因为以色列代表 他告别联合国的时候 他还竟然说 听好了 我们以色列国家最道德了 我以色列讲这个话干什么 你在讲什么道德不道德 你这不符合比利原子 想要歼灭哈马斯 结果你杀害那么多巴勒斯坦的 老弱妇孺 在全世界没有人会这么做的 任何场战争也没有人这么做 俄乌战争都还是敢 老弱妇孺通通都敢走 对不对 要打我们男人自己来打 对啦 这不是才正对 你在干什么 你应该派特种部队进去打才对 当然牺牲会比较大 可是必要的条件 如果你派特种部队去打哈马斯 大家不会怪你嘛 你是用炸弹杖乱炸乱炸 人心是肉做的 对啊 对不对 所以以色列犯的错就犯的错 赶快调整就好 你干嘛去讲那什么 我们最道德 人家怎么会有福气 怎么听得下去 听不下去了 听不下去了 那这个其他的 伊朗驻俄罗斯大使 我认为这个全面合作协议 当然俄罗斯已经提供S-400 还是S-300 你怎么知道它不提供告死导弹 提供告死的话不得了 对啊 那美国航空母舰能干嘛 对不对 不敢来啦 当然啦 我还没有看过美国航空母舰 被打的记录 上一次福塞组织吹牛吹个老板 那也没有差 对不对 不能够打成是确定的 但能不能打中 这是比较重要 比较重要 那伊朗如果能够打中美国的航空母舰 当然是天下势 但是股票会跌 对啊 全球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中东这个局势呢 跟经济也很有相关 但是你可以看到伊朗 他们说的这些 要进行跟俄罗斯合作 那重点是呢 美国现在赶快怎么样 加速航母打击群去中东 我刚才不是介绍了 林肯浩赶快去 不过他悠哉悠哉了 还要跟呢 这个意大利的这个航母 在南海进行演习嘛 再过去 好像呢也没有办法赶得上嘛 另外呢 这个 他的这个核的这个潜艇 乔治亚号 也说要赶快去中东 林肯乔治亚号 跟罗斯福号一起去 不过呢 伊朗他已经呛瞎了 他说什么呢 海军说 我们有舰艇能够 到呢 美国海军最近的地方 以及呢 他8月10号就公布这一个 他无人机去追踪 美国罗斯福号航母的影片 意思就是你航母在哪 我都知道 如果说 刚刚委员说的 告时有给的话 那这个整个连接起来 也是很恐怖 对啊 对啊 所以现在 就是看伊朗的能力 跟决心在哪里 不过 伊朗基本上 这个 后座力比较小 比较 这个 这个 怎么讲呢 基础比较差 他有没有能力 来应付这一局面 我是怀疑的 他现在就按兵不动 等着架哨走廊的和平谈判 就是停火谈判 那能谈出个结果来 他也许就会随随便便 应付一下这个事情的过去了 但是 如果是依他目前的准备 准备的差不多了 他只要谈判没有结果 他就可能会发动 对以色列的攻击 但攻击效果如何 我还是只保留一切 我觉得没有想象中 那么容易 你想想看 这个 罗斯福号 能够拦截导弹的 林肯号也能拦截导弹 为什么 他怎么拦截 他的战斗机 飞升 在空中 他就能够拦截 他F35C F35 然后 罗斯福号虽然是F15 F18可以拦截 但是 比较老旧 比较老旧的飞 效能比较差 现在 林肯号是来F35 拦截效率非常高 注意到 战斗机是可以拦截导弹的 对 那剩下的 他当然更能够 能够打下很多什么 大型的这些 这些无人机 更不是问题 是 那再加上 他有调了F22 都来了 对 还有从意大利 也调来一个F16 来支援 英国也调来F15来支援 他干嘛 他要帮以色列 构组一个 天罗帝王 防护王 防护王 防护起来 那就看这个 伊朗有多大的 涂穿的能力 伊朗不是讲说 他们超高音速导弹吗 Show me 对 如果说这个局势 都反了 尤其以色列还是我们最有道德等等的 另外来看到是 傅聪 大陆驻联合国大使也说 以色列袭击加萨的学校 真的令人发指 而且呢 以色列还有高层说 还有什么200万人饿死 这个也是可以的 骇人听闻 也希望美国拿出真诚的推动 停火这件事情 但是呢 中国大陆喊话归喊话 我们都知道 美国跟以色列如果绑在一起的话 以色列继续干的话 这个局势也是不会缓下来 最重要的是 中国站在弱势这一方 不断的代表弱势来发言 会在国际上形成对美国 跟以色列很大的压力 要不然的话 他怎么肯走向台曼洲 他两国加起来 他武力最强 那你中国也不可能派军队 去帮巴勒斯坦打 你帮巴勒斯坦打 不是帮哈马斯 哈马斯又被定为杀人凶手 所以 那哈马斯跟以色列同样 要得性啊 对 那你 我们至少就是说 要在国际上面 去帮弱势的哈马斯百姓讲话 那我们就站稳这个道德的制高点 所以要批评以色列的官员 至少以色列的官员 挨骂了以后 他们收回去嘛 不然那太猖狂了嘛 所以我觉得 中国这一次做得很好 那我们也没有太过度 没有太过度 说好像要去扮演 哈马斯的保护者 这也不宜啦 也不宜 所以呢在国际上 你可以看到 当场战争当中 又让全世界看到 中国大陆是和平缔造者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美国啊 停以色列 然后呢在俄乌这局势当中 你会不会更 你嘴巴说帮乌克兰 但是反而让呢 乌克兰的人民 是森林涂炭呢 我们谈这个战争 就是希望说 这个战争赶快结束 而不是说 为了你自己选举啊 哎呀 这个民主党选举 所以呢 哎呀这个俄乌啊 不能停不能停 那害的是谁呢 也是值得大家来商学的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蘆薈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蘆薈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乎护你 用手邀你 做不到 画战 2 都 Win 订 你 找到